我真的冷靜不到 你知道我多疼兒子 我怎可以讓兒子這樣被人嚇 張惠儀日前在社交平台直播 控訴7歲的兒子在校內受到同學的欺凌 事緣日前她收到校長的電話 被告知兒子被同學踢胸口跌倒 原本張惠儀的兒子是去勸交 但踢人的同學隨即向她胸口踢 張惠儀的兒子立刻影聲跌倒 胸口留下了腳印 其後張惠儀再開了一個半小時的直播 聲淚區下敢控訴學校的處理手法 就是 你這個小朋友還沒九十八歲 想害到別人的兒子 你身為家長 出來討厭 出來當著那面教兒子 是最基本的東西 是不是 身為你學校 教育工作者 教育機構 遇到這麼嚴重的校園暴力事件 欺凌事件 你學校校長老師 出來做公正 持平 是最基本的東西 是不是 連這些都做不到 網民都認為學校的做法很誇張 又鼓勵張惠儀要站硬 做兒子的榜樣 勇敢捍衛自己的權利 張惠儀其後就在留言說 將會去信教育局投訴 到最後讓毛凱仁還要傷害我 傷害我的兒子 搞到這麼大件事 傷害我明星 傷害我飯碗 我都要告到高等法院